我觉得认罪协商也不失为一个诉讼的一个策略 因为在美国一打官司打起来的话 它会一个count一个count不断 像我们这边说以什么罪来起诉 可能都只有一个罪名或两个罪名 但它可以 它可以一个行为到时候可以生成这个二十几个不同的罪名 因为它有不同的法律 然后还有一些联邦法跟州法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辩护律师 应该要去加强几点 第一点是要去凸显一下 因为美国人对于18岁的定义 是认为他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可是在台湾在一个华人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还没有离朝生活过 所以基本上都像小孩一样 都把它当成孩子 只要还在学校里面 我们就会把它当成好像还没有离群独立的这样子 所以可能从这个社会文化这个角度去做说明 那么第二点 这个home mother的问题是 也应该要再把它并物 不能够说因为他现在 他可能要做一个污点证人 为了自己脱罪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去主打的 第三个我要再强调的是 其实在大概十几年前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曾经发生过一件校园枪击案件 那时候伤害就造成了 就是一个韩国的已经取得永久居留权 还不是公民的一个移民 叫做赵承熙 他到学校里面小社死了32个人 可是这件案件到最后 其实大家在检讨这个案件的时候 都不认为说 这个校园枪击案件 当我们在讲Virginia Tech的这个shooting 实在我们都会讲说33个被害人 因为他整个社区 整个他们的周遭都在讲说 为什么这个孩子移民 带着他的美国梦 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让他这么孤独 然后觉得这么受挫折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都可以 就把这些案例拿出来 其实是可以打动 打动法官 如果是Pleet Bargain 就是如果是认罪协商 就不会进入所谓大陪审团 没有什么Grand Jury 如果有大陪审团 其实他这个也很能够打动他们的